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漫长的封建专制的银威早就扼杀了绝大部分平民百姓本就微弱的参政仪式 所以作者借白家宣之口引出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 没有皇帝了 往后的日子咋过呢 首先登场的是朱先生 士能工商中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化身 这位16岁硬献考得中秀才 22岁赴省市又以精妙的文词中了投名的文 本应是扮演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联系沟通媒介的士绅的角色 却因社会的崩坏 不得不站出来承担更大的责任 他坚定维护延续千年的房要小 地要少 养个黄牛慢慢搞 小国寡民的小农经济 被此不惜舍掉文人的脸面 亲自下场摇牛套离 将白家的因素连根拔起 他参与放粮阵级灾民 应约说退方巡抚的十万入闪清兵 发动七老联名请宴抗日 兴办学堂拟定相约 交民以礼仪以正事丰 等种种的举动 无不再体现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士大夫精神 但正如白家宣所言 朱先生是一位圣人 圣人永远占据着道德的至高点 不屑于理会凡人 争多嫌少的七十八十 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智力名言 来过自己的生活 当听说了 谁为田地房屋掉了脑袋的时候 也许会念叨念叨圣人说的 房要小 低要少 但便宜到了跟前 又会一我缝地扑上去 把圣人的教诲抛着脑后 所以人们仍然在种鸦片 人们仍然在挨饿 人们仍然在天灾人祸中 痛苦的挣扎 情音抗日到最后 也只能不了了之 朱先生说退了十万清兵 靠的不是仁义理智信 而是残存下来的 所剩不多的权力背景 士达夫们的人生报复 是靠着科举之多的选拔 走向仕途来实现的 当政权被推翻 朱先生对现实的干预 也就变得寸步难行了 可即使如此 他依旧选择以儒家思想 来规范自我 穷则如善其身 不参与政治 关闭学院专心地修地方制 以此来在乱世中安身立命 可以说作者赋予朱先生的是 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最美好的想象 他的离去 也抑郁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失落 中国人没有上帝 当我们用西方的科学精神 代替了孔蒙文化后 物质充盈的背后 回头望去 却是精神世界的一片荒芜 正如红卫兵 最后扒开了朱先生的坟墓后 里面的一行小字所写 折腾到何日为止 在打破我们生长于私的传统知识 除了荣亡之前 还得有家可归 所以作者安排 陆罩棚 陆罩海 白铃 黑娃 在外面怼天怼地 搞风 搞雨 但却都将白鹿学院 视为了精神的避难所 尤其是黑娃 拜朱先生为师 将学为好人 引以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一个土匪到头来 成了朱先生口中最好的学生 当我们读到了 白鹿园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氏了 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之识 我们所看到的 也许不再局限于朱先生 这个角色本身 而是作者对儒家文化中好的一面 也与糟粕 一同被扫进垃圾桶后的失落之情 而第二个登场的是白家轩 如果朱先生扮演的是 白鹿园上的精神领袖 那白家轩就是白鹿园上 实际执行儒家传统礼法的大家长 传统的礼法 在强调严格的等级秩序 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的同时 也同时强调社会成员间 互相友好 相互扶持 这在灾荒和瘟疫频发的过去 是支撑底层人民 抵抗饥饿 团结一心 继续繁衍的重要力量 不然都偷鸡魔狗 摘桃掐瓜 赌博抽打烟 打架斗殴 那村子肯定就逐渐走向灭亡了 但同时 这套强制执行的 自我约束 压制欲望 进而维护乡村稳定的思想 也是把人困在一亩三分地的 最主要枷锁 人们未必对圣人之言 有大的感悟 但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文化 封建道德 划成的相约 家法 民俗 渗透到了每一个乡舍 每一个村庄 每一个家独 渗透进了一代又一代 平民的血液里 而这套结构是以强调集体 牺牲个人为代价而存在的 用最简单的话说 为什么别人都能遵守 就你不行呢 这是一句威力巨大的精神规训 渗透在我们日常的所有生活中 它的危险在于 明明我们个人都是身在其中 或多或少被牺牲的对象 但却又不自觉地 当起了制度的捍卫者 对呀 我都忍了 你为什么不行呢 相比起打在身上的板子 跪在祠堂里接受全租人的唾骂 日常里乡里乡亲的闲言碎语 对人的影响更加的巨大 但人的欲望不是说压抑 就能压抑得住的 即使是腰板挺的罪职 村里最具威严的族长白家轩 也时常在向欲望低头 比如他以父亲托梦为借口千坟 换下了陆家的方水宝地 种植因素 以充斥因取妻留下的亏空 甚至于在迟迟无后之事 做起了怂恿儿媳 跟别人偷情留种的勾当 明面上为了维护权威 捍卫制度 甚至于与亲生的子女 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 私底下为了利益 却有一肚子的难道以畅 白家轩身上的复杂性 正是作者想表达的 我们这个民族的复杂性 一方面 他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他从不打骂长弓 如同对待亲人 一般对待陆三 为了救下陆赵棚 黑娃的生命 四处的奔走 不计前线 另一方面 他也呈现出痴人的一面 断绝与白龄的妇女关系 扼杀青年一辈的爱情 用封建礼教 强烈的排斥田小鹅 把他逼上绝路 甚至于自己的儿子 也从未给予自由 背逆人性的封建道德的凶残 在这里有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作家不是什么道德的判官 作家负责呈现 呈现人性难以克服的弱点 以及轮番上演的命运的悲剧 不过其实到了最后 结局非常值得玩味 我们到底有没有破除封建传统呢 一方面 白家轩不再是腰板挺的最直 白鹿园上最具权威的人 而是变为了鼻梁上 架起了一副眼镜 为人谦和的县长父亲 似乎往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实际上 他的存在 以及白小文所获得的新的地位 似乎又在预示着家族势力 以及建立在家族势力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 似乎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男权主义色彩的婚姻观价值观 好像依旧在我们民族内部根深蒂固 所以 历史究竟是发展了 还是在兜圈子呢 第三个我要聊的是 田小鹅 这个全书中 我认为最出彩的角色 他的存在 仿佛就是在打那些虚伪男性的脸 田小鹅年纪轻轻 被安排给了快七十的郭举仁 做二房的老婆 而他存在的目的 甚至于不是为了满足郭举仁的性欲 只是为了泡澡 以此来采音不扬 烦恼还童 对于这样一个角色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 见者伤心 闻者落泪 前提是 他必须安于这个位置 接受这个命运 从他勾引黑娃 双双私奔 开始反抗这一刻开始 社会 或者在书前的我们 对他的态度 就发生了些许的转变 好听的会说一句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不好听的可能就要变成了 婊子 不止的可怜 为什么呢 也许答案就藏在白家轩的话里 他只看了一眼 就凭着本能知道 他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 这好人是能招来灾祸的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难道他真的能为不先知 预知到后面 陆子林 白秀文等一系列的祸事吗 不是 他只是最本能的欲望 被勾起来了 所以要赶紧拿出 伦理道德这一套 撑住自己 要塌下去的腰杆 他对于男性 或者对于群体 真实的道德水平 没有一点的自信 所以这个妩媚的女人 就成了祸事的源头 从性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在男权社会中制造一整套的 真洁妇道的女性观念来禁锢女性 主要就是来源于 在女性面前男人的无力感 这种在道德武装下的无力感 极端的呈现 就是转化为对女性的施暴 陆三刺杀完小鹅还不算完 还要建一座白塔 永久的镇压她的灵魂 而一同被镇压的 难道不是那些人心中 最难以言说的 最肮脏的勾当 似乎只要解决了一个田小鹅 整个村子的人就又变回 善良淳朴的老乡亲了 而与之对应的是陆兆鹏的媳妇 同样面对悲惨的命运 失败的婚姻 不做任何的反抗 压抑自己的欲望 只一味的顺从和等待 在这个过程中 她矛盾过 甚至对田小鹅新生了嫉妒之情 并对产生这样想法的自己 生成了强烈的质疑 梁家妇女教育下的她 只能不断的否定鄙视自己的欲望 却无法消除自己的欲望 只得到最后 以发疯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 可社会还是没有放过她 陆子林和冷先生所在意的 都是自己的脸面 她的死比田小鹅还不如 田小鹅的死 起码还唤起了人们 一点点的同情和关注 而她什么都没有 就像白家勋死了 那头五房的老婆一样 最后换回的 只是婆婆轻飘飘的一句 女人不过是胡窗子的纸 坏了 烂了 接掉了 再胡一层心的就好了 而田小鹅身边的男性呢 黑娃带领农会会员 掀起了运动 砸了祠堂的石碑 砸断了白家勋的腰杆 整死了陆子林的老父亲 白小文变卖了家产 自甘堕落 沦落到做乞丐 丢尽了白家的脸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可要比田小鹅过分一万倍 而到了最后 只要有权有势了 未来扶个软 认个错 该进祠堂进祠堂 该祭祖祭祖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吗 而此后 白家勋怂恿而习 接种的行为 更是增添了一丝 玩味的气息 哦 原来 诗真之上 只要套上更高一层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增加了伦理的掩护 就摇身一变 拿到了合法的通行证啊 那就能被社会认可了 我个人认为 这也是所谓的 反思文学最核心的书写 透过作家用笔呈现的 这种极端的荒唐 我们终可一窥 以贞结辅导位核心的 女性观念中 实用的功利性和虚伪性 没有人不爱田小鹅 也没有人不讨厌田小鹅 她与白灵等人一样 都不安于社会 给她划定的位置 只是她的身份更低 没有白灵那样选择的权利 注定了她只能当 泡澡的工具 当一个婊子 但她却在 人生划定的搏击场上 拿起了杏 这一唯一的武器 狠狠地尿向了 像骑在她头上的男人的脸 以至于爆死在了谋杀里 她死了 白灵园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凶手 整本白灵园 如同电影阿甘正传一样 在描写小人物故事的时候 融入了非常多大的历史背景 陈忠实在接受采访时曾说 她这么写的目的是 源于自我对历史的反思 当她开始把清末 到新中国建立 所有发生的重大事件 都看作这个民族 不可逃避的 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的时候 她便从以往的某种 为某个灾难惋惜的心境 或企图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 跳了出来 所有的悲剧发生 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 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绵延了2000年的封建大帝国的解体 绝不会是轻而易举的 六君子的毕丽 和孙中山先生的毕丽 显然力不从心 扛倒了封建大强 也压死了自己 而在书中 这些更微小的人物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但到头来 不过是被历史推动前行 该撵过的时候 丝毫不会停留 但对于他们自己而言 任何一个结局 都是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 他们微服着那么沉重的压力 经历了那么多欢乐或灾难 而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死亡的悲哀 远远超过了诞生的无意识的哭号 今天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既然已经看到这里了 说明你还蛮喜欢的 不如点个赞 让机器算法 把这个视频推荐给更多的人吧 我是觉人 还是那句话 我会每天在这里 你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所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我欢迎你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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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